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審慈 王妻好 你好 欢迎收看健康好简单 首先欢迎今天的观众求求频团 如果您两位剩下 好 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有下列的困扰呢 即使每天睡了八个小时 但是还是觉得睡不饱 然后每天不是从中午开始 从早上上班的那一刻开始 就一直打哈欠 然后想着什么时候 晚上才可以去睡觉 或者是你一天喝好几杯咖啡 可是还是精神不济呢 怎么样呢 可以让我们精神好一点 到底我们有没有嗜睡症 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评量一下 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啦 首先请教一下学旧兵团的事 即使睡了八个小时 还是总觉得睡不饱的 有这样子的经验的 请举牌 精神最好就是聚粮啦 有错 永远就成一意 即使每天都会小酌几杯 但总还是精神很好 是吧 对 几乎忘记她的权子了 像我每天大概都凌晨两点才睡 但早上七点就起床了 这三十年来都差不多这样子 这三十年来 对 OK 非常好 那么年轻人呢总是想睡觉吗 我跟妳讲 我看起来好像很健康 又多运动 对不对 对 想到以前交女朋友的时候 我假日 星期五就想睡觉嘛 晚上就放假睡整天 然后隔天早上 然后礼拜六要跟女朋友约会 就会说 那早上贝比来找我 然后来找我的时候 抱着睡觉不是也很幸福吗 确定只有抱着睡觉吗 只有睡觉 对 只有睡觉 我很担心 然后她就说 情侣不是应该一起去户外踏青吗 或者是干嘛 然后就脸好 我说好来好去我家附近成品书店 然后就看书 我也是看一看就这样坐着 我想最夸张的是我跟她讲话 我看她也看到睡觉 所以她长得太无聊了 所以就催了 她长得太无聊了 所以你们就催了 她后来有两个女朋友 是因为这个原因跟我分手 因为我高中平常都在念书 然后假日我又懒得出去 我又都在家睡觉 然后她们就因为这个原因 真的很不开心 要是我们也要跟你分手 谁要跟你分手 没有人愿意跟她分手 是不是 有没有礼貌啊 再跟我讲讲话 居然还可以睡着 因为真的很累 就是会一直疲劳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真的喔 好 等一下来评量一下 好 小布也是喔 我本身是从12点睡到9点 对 因为我通常是9点才好久 对 但是就已经足足9小时了 但是我每次早上起来 就还是得靠一些综合维他命 或什么的 而且通常我上的第一堂课 我都会很昏昏欲睡 然后就头很昏啊什么 然后一定要买一杯咖啡 这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必备的东西 OK 好 好 那少姨呢 像我的话 因为工作的关系 大概每个月的话 会有两到三个晚班 那个晚班的话就会 下班时间大概都是半夜或才下班 那半夜或下班的话 到家整理啊 梳洗完的话 大概已经不知道几点了 那因为那小孩子比较小 所以还要早上还要帮他们 打点他们起床啦 然后准备早餐啦 还要送到学校去 所以大概都是睡三四个小时 那之后的话再去补眠 那所以每次睡满八个小时 就觉得没有睡饱的感觉 好 那曹慧妈妈 你一看就是每天生活非常正常 我只要是天气昏昏暗暗 那我就会觉得很想睡觉 即使是睡足了八个小时 但是还是很想睡觉 那喝了咖啡提神 还是很想倒下去睡觉 那是完全是看天气 OK 天气好就睡得好 天气有阳光 我们很有精神 那天气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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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就想睡觉了 跟着生理时钟完全 跟着太阳日出日落日 尤其最近啊 秋天到了 对 比较阴了 比较阴沉 很阴 然后早上天亮的又比较晚 然后又很迟早就天黑了 对... 就觉得特别想睡 好 那小红你是 我觉得是不是会越... 睡越多会越累啊 假日一定要... 对 假日一定要睡到超过中午啊 我最高纪录是 从晚上十二点睡到隔天下午四点 哇 就觉得不想起来 就一直睡一直睡 起来就吃个饭 在看个电视 看的时候就... 又睡着了 又继续睡 就睡着了 这边睡美人了 这样睡太久了 好 那等一下来 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 那玉琳妈妈呢 只要是有事的 那个早晨一定会想闹钟 不管前一天晚上是几点睡 有的时候很早睡 那你可能就是稍微早的 早一点点闹钟还没响 你就有点醒了 可是你就等那个闹钟还没响 所以就继续睡 然后这样子昏昏沉沉 再睡一下的话 等闹钟真的响了 起来就昏昏沉沉 然后就喝个咖啡 想说喝了咖啡 把他们通通赶出门之后 再来好好睡 那喝了咖啡 他们出门就睡不着了 那如果是睡到自然醒的时候 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很累 又起来昏昏沉沉 有的时候还会偏头痛 那你有的时候傍晚再补下去 补睡眠一下呢 结果晚上 刚醒来的时候还不错 晚上又睡不着了 乱七八糟 乱了好几点 所以要睡到刚刚好 是超完美境界 很难达到 很难达到 OK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当中里面 最需要补眠的应该是医生 因为他每天要看很多的都病人 所以助医师你睡眠够吗 事实上我大概 从我当医生开始 大概都不够 除非我在出去国外很久 然后可以睡得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曾经跟酷炫讲得很像 曾经我们在吃完饭 看病人的时候 看一看... 如果听冷气 我会待在病人身上 我们本来是很想说要多听 听仔细一点 結果就... 结果... 我那个病人还不错喔 他就笑我 然后他就... 他就一直等... 朱医师 他知道我们睡着 朱医师 这样 事实上大家知道 如果医生... 我们那时候大概两三天 就值一次班 两三天就值一次班 那值完班 如果隔天早上 又正好有门诊的话 好惨喔 辛苦 太不忍性了 简直是一边看一边睡 一边睡一边看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每个医生都在不适合 所以你可以看很多医生为什么 我们的morning meeting也是特别早 大概七点半的时候就一定... 但是他就是要让你一直养成这种 早醒... 那我们开刀上刀也是七点半八点就开始上刀 绝对不会是因为有人这样 还在睡梦中开刀 是 好 那瑜伽老师呢 瑜伽老师应该每天都会有充足的睡眠吧 因为睡得很好 其实我睡得非常少 因为我也是睡一睡那种夜貌型的 但是我睡... 我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是 我的睡眠品质非常的好 就一入定然后一下去 不管静坐其实也是可以补充那种睡的那种品质 很差的 那我自己在睡觉中 我发现就是脑波整个很快就进入状态了 对 进入那个比较深睡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其实刚刚老师讲的就一个两个重点 一个我们刚刚你看每个人都说八小时八小时 都没有人谈睡眠品质 对不对 像小红说睡到下午四点 她搞不好一直在做梦 在想男朋友啊 然后就说怎么不打电话给我 所以她睡眠品质也许不是太好 所以即便你睡了十二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也不OK 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要跟睡眠品质要再兜在一起 这样两个才会好 可是刚刚另外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 越是坐在前排的这些婆婆 妈妈 阿姨 姐姐的 她们就睡的时间越少 尤其是巨粮 虽然生理年龄五十岁 但是睡觉年龄已经七十岁了 所以她只睡了两个小 可是你看后面的那一层小布小红酷炫 大概都是超过十小时这样 这个就是 没错 你看我们出生的时候 那个小baby睡多久 几乎只有除了吃奶的时间之外 其他时间都是在睡觉 睡觉的时间是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你叫她睡觉她醒着 你叫她醒着的时候她睡觉 一看电视就睡着 一叫她上床她就起来了 一熄灯 有没有 我们经常看到那个一关电视 她就起来了 你怎么拍我的电视啊 什么 就是这样 所以在座的前面三位 要特别要注意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说 到底造成我们睡眠不足可能的原因 有哪一些了 讲到做洗衣就是不正常 然后我有听过 郭忠老师他有一个说法 他说睡眠周期是有分三小时 他说不管你睡多多 他说是只要在第三个小时的时候 设定闹钟叫自己醒来 会比较有保足感 是真的有这种说法 到底造成我们睡眠不足可能的原因 有哪一些了 好 睡不饱的十大原因 第一点就是 作息不规律 很多人日日夜夜啊 像刚才朱医师讲的 这个医生也是这样子 然后很多的年轻朋友呢 晚上不睡觉 早上在睡觉 好 上课又在睡觉啊 好 作息不正常 应该是排行榜第一名吧 对 其实是因为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睡不好 或是继续睡 就是因为你一直熬... 熬了一段时间 但是生理不可能 讓你熬得太久 你看我们前一阵子说 美军啊或什么 有发明那种一些药物 可以让... 因为他们要打仗 让他72小时不睡 所以你再叮再撑 也是这么多时间 所以如果你作息不规律的话 你势必要用下面的时间 来补上面的时间 所以有的人就变得 白天不睡晚上睡 或晚上不睡白天睡 所以酷炫就是这样 是吧 没有 我是讲到做息就是不正常 然后我有听过 郭忠老师他有一个说法 他说睡眠周期是有分三小时 他说不管你睡多多 他说是只要在第三个小时的时候 设定闹钟叫自己醒来 会比较有饱足感 是真的有这种说法吗 其实不应该做三小时 我们睡眠的期间是有不同的 浅睡期 深睡期跟动眼期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 就是说你不能突然跳到深睡期 也不能突然就是 一直都留在浅睡期 所以每一个 如果我们用把睡眠当做七八小时的话 他每一阶段 他要有分成五个 或六个这个阶段的浅睡期 那个深睡期跟动眼期 那不是说你只睡三个小时就好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每个人第三个小时闹钟一闹 是不是都起来 没有的 他是这几个周期 那一个晚上要有五六个这种周期 才会睡得最好 那这样的话 他的睡眠的 就像刚刚讲的 睡眠的品质才好 好 那注意事 有没有可能是我今天明天 因为工作或活动 然后睡得很少 可能睡个四五个小时 那我隔两天睡得再长 再补眠 这样是可以的吗 那事实上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礼拜六礼拜天都补眠 对不对 礼拜六的早上如果没有睡 或礼拜天早上补 但是偶一为之可以 对不对 偶一为之就是说 我明明知道我可能今天要熬夜了 所以我就打起精神 喝咖啡喝茶 悬梁刺骨啊 什么都来的 对 刺完了之后 突然就再放松了 再补起来睡觉时间 所以人家说 一个人的一生 睡觉的时间 好像大概也都是固定的 你今天即便你晚上不睡 你隔天可能也会睡一点的这样 那白天如果就是正常睡八个小时 跟晚上就是也睡八个小时 会不会不一样是不是 那事实上 我们的生理作息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刚才不是有讲说 为什么白天我们要会比较有精神 太阳起来了 我们好像也就做事了 那太阳下山了 人好像也跟着没什么精神 因为我们的生理周期 还有我们的荷尔蒙分泌的也不一样 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些护理人员或医护人员 直完大夜班回去睡觉的时候 他总觉得那个人脸色不好看 对不对 或者是像那个 我们刚才少爷不是说 你一个月有两三次直完大夜班 再回去睡觉 那个睡眠的品质 即便你关灯 关窗子 还有盖眼罩 随即睡完了 还是感觉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 因为你身体的内分泌的不是这样 如果你白天在睡 可是它内分泌是积极的 是比较亢奋的 所以即便这样 它的睡眠也是不好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古人讲的一句话说 它就稍微让你养成的这种作息 也配合着你的生理时钟 也配合着你的内分泌的分泌 好 而且像我像这个酷炫他们 这个年纪的时候好像 几天熬夜都没有关系 但是到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不行了 对不对 熬一天就隔天就一定倒 没错 就好像补不回来耶 那像我当实习医师的时候 或住院医师的时候 25岁 30岁的时候 哇 我们可以今天熬夜 明天上班 然后接下来晚上又开一个急诊刀 隔天又再继续 就是像主持节目一样 就是连续三天四天都很OK 可是现在呢 只要晚上被吵了一次 我刚刚就讲 只要晚上被叫起来 看病人看了一次 隔天就很惨 就很惨 那如果一个晚上 我们如果晚上收了三个五个新病人 每个病人你花二三十分钟 或是一个钟头开 那我们很多年轻的主持医师 就说 他的黑眼圈就出来了 你看即便才三十岁 身体会附和不了 对 好 那我们来看到 睡不饱的第二个原因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我们自己会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吗 都是枕边人 所以我们枕边人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我们有没有这个症状 没错 你一睡觉的时候 你在打呼的时候 你谁会知道你会不会中间 除非你突然被吓醒了 对不对 那大部分会知道的 都是睡在旁边的 那很多人就说睡睡睡睡 突然听到旁边没声音了 你反而很不熟 OK 没有 我们听到这个呼声 反而会比较熟 那真正等到他不打呼的时候 你一定赶快吓一跳 你赶快起来 事实上所有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都是枕边人 都是他来控制的 所以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朋友 要怎么治疗他 这个我们就现在很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睡眠的sleep study 就是好好研究你睡眠的期间 你可以在医院去做 你可以整个晚上待在医院 他有一间屋子 把你插着很多像脑波啦 肌电图啦 或是看喉咙 看胸部的起伏等等 我们睡眠一定要睡眠的够 也要睡眠的起伏的很好 也要脑部 我刚才讲的一些浅睡深睡 他可以整个晚上 帮你研究一下 看看你清醒的时间有多少 快速动眼的期间有多少 跟浅睡期有多少 还有你不呼吸的时间有多少 或呼吸比较短的时间有多少 如果你不呼吸的时间太长太多了 就需要去治疗 那我们的治疗也很简单 有的是手术 把那个旋垂庸稍微切一切啦 那也有一些是用戴面罩呼吸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镇压 让你这个打上来 戴起来之后把你的压力增加 那个旋垂庸就不会掉下来 那也有了一个 他们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剪重 把你的股重剪了 那有一些脖子太短了 你不可能把它脖子拉长 那就用一些镇压 连续性镇压或是剪重 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射不保的第三个原因是 肢动症 什么叫肢动症 对啊 什么叫肢动症 肢体会动的症 睡觉的时候不是有抽筋啦 抽筋或者是突然被叫醒了一下 事实上这个还包括很多 这个肢动症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睡到一半突然抽筋 突然痛醒来了 那肢动症 就是像经常会抽筋的 做一些瑜伽可以改善吗 当然 就是其实像常常运动的朋友 其实很容易肢动症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一下抽动 然后一下抖一下 就是因为它体内的电解值 就是不平衡 它会移动 那所以当你在做瑜伽的时候 你是可以把它肌纤维做一个延展 然后让它舒缓 比较好入睡 就比较不容易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来看到第四点 睡不饱的原因是什么 失眠或是相位异常 相位异常 好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 我们先讲失眠 是 所以失眠大家一定会觉得 什么叫失眠嘛 对不对 那失眠其实可以分很多种 所以早于一个礼拜 我们说短期的暂时性的没关系 那如果一到三个礼拜可能是短期的 可能把原因找出来就好 如果超过三个礼拜 那可能就真的是一些生理上的疾病 有些老人家 就像我刚才讲的 关了一罐电视就睡着 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 这个整个生理的 或是生理的始终的 比较退化了 老化了等等等等 那这个就是 这个我们所谓的失眠 那只要失眠就是说 该睡的时候就睡了 该睡的时候又想睡 那就叫失眠 不睡就可能会白天打瞌睡 晚上睡不着等等 相位异常其实也很类似就是 相位异常 他只是说是我们的时间的啦 白天就晚上 是这个意思啊 我以为是睡相 不是睡相 因为倒的睡的 他直的睡... 就是睡的时间的 因为譬如说我们正常作息 应该是怎样 白天工作嘛 晚上好好睡觉 可是有一些夜猫子族的 可能就白天... 就不行了 对不对 坐起来就睡 可是晚上突然眼睛就花光了 这就很好了 对不对 其实这跟你的平... 这个经常的作息很有关系 对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时差 有点像时间上的这个位相 不是说... 不是睡相 睡相啦 脸相 好 再来看到第五点睡不饱的原因 是什么呢 如果你即便睡了六个钟头到八个钟头 你一开车的时候 你还是很想睡觉 那是不是有问题 有问题 那就真的是有问题 或者是像我刚才讲的时候 我在看门诊的时候 你那么专心地在看门诊 或是那么专心地在看电视 看这个剧情片 人家在看恐怖片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叫人家 有一个人家 那这个就是不对的 那你可能... 那这个可能有... 第五点睡不饱的原因是什么呢 醋睡症 醋睡 醋睡 醋睡的意思是不是说 隨時隨地都可能突然睡着 對 就像剛剛酷炫假的 他跟...他看女朋友看 除非他的女朋友 一點都吸引不了他的人 不是 其實酷炫那個代表是說 他想換女朋友啦 對 有無言的抗議對不對 我也覺得這是一招 明明你找人家來的 還看著人家就看著睡覺 或者是你另有目的 我們睡覺吧 不是... 對不對 很多人就說 明明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應該睡覺啊 像我們開車 對不對 很多人為什麼出車禍最多的 就是開車的睡覺 突然他應該睡覺 對... 那有可能是太疲累啊 對 除了我們就先你扣掉這些疲累 譬如說我連續三天沒上班 我記得我有一年 過年回家就是這樣 前天...前兩天連續值班 值了兩三天 結果回高速公路 從高速公路回家的時候 哇 就發生車禍 還好差撞 整個人是撞到那個安全感 這個是因為你知道 對 因為太疲累了 對 你熬了好多天夜 所以一定會開車的時候 可能精神不济 所以我們不是說最近 高速公路上都有寫說 喝了再上 不是... 睡了... 睡飽了... 睡飽了再上 不是說那個 睡飽了再上嘛 對不對 事實上沒錯 你如果真的要開車 你之前先睡好六個鐘頭 八個鐘頭 那你事實上就比較不會 但是 如果你即便睡了六個鐘頭 到八個鐘頭了 你一開車的時候 你還是很想睡覺 那是不是有問題 有問題 那就真的是有問題了 或者是 像我剛剛講的時候 我在看門診的時候 你那麼專心的在看門診 或是那麼專心的在看電視 看這個劇情片 人家在看恐怖片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叫有沒有 有一個人就... 那這個就是不對的 這個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造成 是內分泌的不正常啦 中樞神經的不正常啦 中樞神經的不正常啦 或者是其他的疾病 就造成... 這個明明你不應該睡的 而且你是馬上就可以睡著 而且馬上睡得很深 這就有問題了 所以像這種促睡的 它可能發生在任何地點跟時間 對不對 對 你看我們不是說開車... 那開車出車禍 最多的就是這種觸睡 或者是突然精神不計的睡眠 所以你很多人突然看到它 在哪裡都可以睡著 這是不太對的 不太合理的 可能要去看醫生了 對 好 再來看到的是 睡不飽的第六項原因是 原發性的中樞性嗜睡症 什麼意思 對 那我們現在就要很重要的 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看為了講這個 我還特別特別今天 帶帶了一個圖片來 為什麼 大家知道我們睡覺的 管理睡覺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嗎 管理睡覺的地方 是有一個叫清醒中樞跟睡眠中樞 那這表示就是說 中樞神經系統 它會給你一些刺激 告訴你說 你絕對不會有人現在 講到一半睡著吧 對不對 為什麼 除非你要故意睡覺 或是很累 譬如說我們如果現在都在講 然後他不會睡 因為他就告訴你說 你這個時候要醒的醒的醒的 或是要應該醒的 但是如果你像一些老部的腫瘤啦 或者是中風啦 或是等等這些 特別是他在第三腦室 或是其他的地方 這些睡眠中樞被破壞了 造成不該睡的時候也睡了 或者是一直都想睡覺 這個我們就知道 他是不是腦部的有一些問題 而且這個的問題 大概都是在中樞神經系統 不像剛剛我們講的一些其他的 試睡或是愛睡覺 它可能是一些內科的疾病 像肝病 腎病等等等等 代謝電解質不平衡啊 或是等等 或是時差等等 這個的真正睡覺的原因 大概都是在中樞腦部 而且是特別是我們腦部的一些傷害 或是那個中風啦 或是出血啦 或是腫瘤啦等等 在腦部造成的 這個也是很罕見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些人 是這個情形的話 又沒有其他疾病 那也要去好好做一些睡眠的檢查 是 好 所以他們要去看哪一科呢 加一科也可以 神經內科應該是最好的 神經內科 因為我們有一些神經學的檢查 可以幫他做一些間別診斷 到底是因為周邊的 或是其他的疾病的 其他器官 譬如說肝腎啊 或是其他的問題 還是真正的中樞神經造成的這樣 好 接下來睡不飽的第七大原因是 內科的疾病 內科疾病就包含滿多的 對 這就剛剛講的 那睡不好 也許是因為腎臟不好 對不對 我們知道腎功能變差了 肝硬化的時候 最後到肝昏迷啊 對不對 或者是洗腎的 大家都有沒有發現 洗腎的病人 經常有時候都是 好像倦怠很嗜碎的那個樣子 這個都是常見的一些內科的疾病 造成這個嗜碎 對 或者是糖尿病 血糖變得比較低的 對不對 低血糖昏迷啊 或是高血糖昏迷 或者是甲狀腺的功能 比較低下的 它也可能會造成 或者是吃東西吃不好 老人家如果不想吃東西 你看它電解質不平衡的時候 也是昏昏欲睡的 就是營養不良 對 它是整個電解質不平衡的 這個都會造成昏迷 或者是睡覺的 很嗜碎的情形 所以這個內科的疾病 事實上就可以包括肝 肺 肺 皮 周有 甚至肺也可能 因為你的呼吸不夠 換氣不足 血氧不夠 也覺得可能很想睡覺 這個就跟剛剛第六項的 這個稍微有一點區別 區隔了 第六項大概完全是在 中樞跟腦部 對 它的一些管控的地方 這個呢 都是周邊系統的一些疾病 像肝病 肾病 糖尿病 甲醬腺底下 等等等等造成的 那這個也要好好的調查 因為這代表說 你身體是出了一些問題了 它才會造成這個睡覺的情形 好 接下來睡不飽的 第八大原因是 腦病變 剛才第六項已經講到說 是跟中樞大腦有關的 腦病變 對 像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你像肝 肝症的病變 它有一些很多毒性的物質 沒有辦法排出去了 是不是就造成腦的病變 那長期之間的這種腦病變 它可能就造成了 比較嚴重的傷害 那同樣的腎臟病 我們不是洗腎嗎 洗腎也是要把身體的毒素 把它洗掉啊 可是如果你這個毒素 洗不掉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像那個洗腎的病人 我們到洗腎室去看 是不是每個病人 幾乎都是在睡覺的 這也就是因為他長期身體 有一些毒素 會造成腦部的一些傷害 那同樣的腦如果缺氧的話 造成一些缺氧性的病變 它也可能會造成這個情形 對 好 再來看到第九項的 睡不飽的原因可能是 很多女孩子會有金錢症候群 很多女孩子應該了解 金錢症候群的時候會覺得 特別想睡覺 頭特別疼 老師會這樣嗎 我是還好因為常做瑜伽 也常做運動的關係 常做瑜伽 沒錯 沒有 這個事實上是因為我們在 女性的那個更年期前啊 或者是有時候甚至說MC來之前的時候 特別覺得沒有力氣 好像很倦怠 很沒有力氣 那這個事實上都多多少少 跟女性的荷爾蒙有一些關係 好 那再來看到睡不飽的 第十個原因 藥物 有一些藥物會讓我們想睡覺 有 我知道有些鼻藥物 好像特別想睡覺 對 這叫抗組織安 對 抗組織安 那大概都是流鼻水的或感冒的 那很多病人本來感冒還沒有那麼四歲 結果吃了那個藥之後 完全就是貪皮 所以這些抗組織安藥物呢 我們就禁止給幾類人吃 第一個 司機 司機 你要駕車的 所以我們就特別警告他 如果你職業是駕駛 或者是你要開車的 開火車開這個 不行 第二個是 所以我們在給空軍的那個飛行員 就是絕對不能吃四年 就是四歲型的那個抗組織安的藥物 可是大家馬上就有一個疑問 哪一類的抗組織安藥物會睡著 那當然有一些是沒有選擇性的 非選擇性的抗組織安 比較容易睡 但是有一些人就說 我同樣是這些抗組織安藥物 為什麼有的會睡 有的不會睡 其實這就跟每個人的體質 會有一點點差異 對 那除了這個抗組織安藥物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我們睡眠的藥物 安眠藥 安眠藥 對 安眠藥 它有時候會讓你睡 不安眠藥不就是讓我們睡的嗎 對 但是有些人要吃到很多顆 睡到最後他睡得很難過 睡覺起來很不舒服 對不對 像抗組織安也是會讓你睡覺啊 但是你那個睡是怎麼樣 昏睡 不是很舒服的睡 那同樣的有一些睡覺的藥物 有些病人說隔天早上起來 更難過 更不舒服 那事實上 如果我看到這一類的病人 我們就會建議就是說 你要看一下精神科或神經內科說 你要了解一下你睡不好的原因 給的藥物就不要這麼重 或是調整一下藥物會比較好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藥物 我們在藥袋上面就可以看到說 它的適應症或副作用是什麼 如果是適睡的話 我們自己就要特別小心 對 在開車前或是要出去前 就不要吃 每個走到路上睡倒 好 所以這是十大睡不飽可能的原因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有一個評量表了嘛 結果我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後來就被發現啊 他就說是又睡著了 然後其他時間像是坐公車啊 然後會議什麼的那種 一定都是狂打顆睡 所以狂打顆人 每歲就算是英文這樣子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有一個評量表了嘛 好 我們呢 其實剛剛講的適不飽 以上幾個病理原因之外呢 有沒有喔 不是因為這些病理的原因 然後造成的 也是覺得怎麼樣的適不飽 例如呢 像剛才酷炫講的 看著這個女生 怎麼看著看著會睡著 或是上課 明明睡了八個小時 還是想睡覺 有一些就是心理跟情緒上的因素 也會影響到這個 就譬如說你如果今天很專心 我記得我們大學在念書的時候 就像剛剛小布講的 早上第一堂課 那個...因為我們都是放投影片嘛 那個燈一關 大概全部都睡走了 對 全睡 對 但這個做筆記的那要寫共筆的 共同筆記的那幾個一定是清醒的 因為他富有重責大任 要交出筆記啊 所以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那個是那個氛圍 或者是大家... 好像我們說這個睡覺 絕對不是有傳染的對不對 可是大家一看你也睡了 我也睡了 大家睡 好像心境就比較鬆一點 可能就睡了 或者是不想睡也是這樣 大家一起去鬧 一起去玩 明明你也很累了 可是你還是不想 所以整個情境啊或氛圍 也會影響這個睡眠的品質這樣 好 那麼很多觀眾朋友 剛剛聽到到這個睡不飽的 幾大原因之後呢 是不是想想看自己 難道我自己真的得了所謂的試睡症嗎 我們今天準備了一個評量表 來評量看看我們自己 到底是不是有試睡的這個狀況 那麼呢 這是一些日常生活當中的一個生活常態的來評量喔 在這些場合當中 到底你會不會特別的想睡覺 那我們評量的標準是呢 0 就是從來不曾打瞌睡 1 偶爾會打瞌睡 2 很可能打瞌睡 就是一半以上可能都會想打瞌睡 3 是經常會打瞌睡 很少是清醒的啦 那麼我們total有八個題目 那麼分數就是0到3分 那最後會做一個總分的數字 例如說呢 你坐著閱讀的時候 如果經常大半時間都會想要打瞌睡的話 你就要寫2 你就要選一個2 那如果都不成的話就選0 所以有八個題目 我們請學會兵團跟觀眾朋友一起來作答 好 第一個詞題是 坐著閱讀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呢 0 是不曾打瞌睡 1 是偶爾會打瞌睡 2 很可能大半時間都會打瞌睡 3 就是經常會打瞌睡 那麼第二題呢 就是看電視的時候 想想看自己的狀況是如何 第三點就是 在公眾場合安靜坐著 例如在戲院裡面 在會議室裡面 在上課的時候等等之類的 第四點 坐車連續超過一個小時 但是不包含自己開車喔 如果自己開車邊開邊睡就慘了 OK 坐車連續超過一個小時 你的狀態會是怎麼樣 好 第五點是 就是在這個下午躺下休息的時候 好 是不是 從來不曾打瞌睡 偶爾或者是大半時間在打瞌睡 或者是經常打瞌睡 好 坐著與人交談的時候 這是第六點的評量 坐著與人交談的時候 要選三分 對 不選就是三分啦 好 第七點 午餐之後安靜坐著的時候 但是在沒有喝酒的情況之下喔 好 要午餐之後 好 第八點就是 在車子裡頭 交通停頓那幾分鐘 例如塞車等紅綠燈的那幾分鐘 我們都有過這種經驗 對 因為剛熬起來 就等一下說趕快睡一下... 結果後面的車子按你喇叭 對... 對... 好 那我們就請求求兵團跟觀眾朋友 來算一下你們的分數跟答案囉 來 請亮你們的答案板 好 聚良2分啊 是 喬威媽媽10分 玉琳媽媽10分 然後少女12 8分 珍珍20分 酷炫19 小布是10分 小紅是10分 所以最高分的是珍珍跟酷炫 你們兩個無時無刻都想睡嗎 對啊 像我有一次很誇張 我跟我男朋友去看電影 然後看那個變形金剛3 3D版 已經算是很刺激的電影喔 結果我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後來就被發現啊 然後他就說 又睡著了喔 又睡著了 對 因為我之前 之前看很多電影幾乎都是睡著啊 什麼 都是刺激的片 除了鬼片不會睡著 因為鬼片就是會... 會被嚇死 交感神經分明 對啊 其他都是睡著 所以你看電視也會看到睡著喔 看電視幾乎每次都會睡著啊 就看著看著不自覺 就已經睡著了 哇 好 然後每次我睡著 我又不敢承認我睡著 怕人家會說 齁齁 你老了 你老了 我都...我都硬說 沒有...沒有很集中精神 可是都沒辦法不承認 都明明就是一起來 就是睡人吸收這樣 然後其他時間像是坐公車啊 然後會議什麼的那種 一定都是狂打顆睡 狂打顆睡 每睡就算新聞這樣子 哇 那酷炫19分也很高耶 對啊 我是會盡量想止住睡意 可是還是會有一直想打哈欠的習慣 對 而且我很容易因為環境使然 可能說我進去唱個歌 哇塞 周遭都有點黑 然後就會想睡覺 或者是像去夜店 也是很想睡 所以我都不想去夜店那種 你不是昨天才剛去過嗎 對啊 真的 剛從什麼開頭 所以傅旋只有看電視的時候 比較不會睡 對 因為 其他時間都在很想睡 對 大部分時間會想睡 OK 好 那聚良 他是失眠 誰 天人 天人 我覺得巨良比較像老人家那種 謝謝老人 OK 巨良兩分 然後Nike八分 好 玉琳媽媽跟喬惠媽媽 其實都還好耶 十分 正常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1秒 2秒 加油 對啊 像一個海峽 好 褲蟹座 感覺... 好 感覺你的肌肉 全身肌肉腹肌有在收縮 慢慢在頭放下來 肩膀放鬆 這樣子是不是喘一口氣 再做一次 巨良兩分 好 然後Nike八分 好 玉琳媽媽跟喬惠媽媽 其實都還好耶 十分 正常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總分 8分以上是正常 灰色地帶 我們這裡正常的不多啦 只有巨良 恰常是異常 這個是異常的正常 那很多人都是十幾分 是8到10分是灰色地帶 10到12分是輕微的嗜睡 12分以上就是嗜睡了 對 其實這個分數越高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是無時無刻都可以睡得著 可是也很快醒啊 對... 可是只要你快速地入睡 我們覺得就覺得有點不太... 對 所以像他這種 蒸蒸跟這個酷炫 他們兩個是要去評量一下對不對 對 事實上你看剛剛酷炫講的說 他看著看著女朋友也睡著了 事實上就有一點已經像 比較在四歲的情況 是 那蒸蒸其實也是 你看他不管是看電影 看電視 開會 開會 或者是甚至說 坐車 坐車這個我們還好 因為你坐車無聊啊 你就可能會想睡 可是他在做一些特別的 這個動作的時候 或是事情的時候 他還是睡著了 對不對 這總不能像我們開刀開到一半也睡著了 真的假的 把那個刀子留在裡面 對... 不過你看這個就表示說 他做任何事情 不管有興趣沒興趣 他都睡了 應該去評估一下 當然我們要先看看 你平常的這個睡眠的狀況好不好 睡眠的品質好不好 那當然要到到內科的疾病 或者是中速神經系統的疾病 應該是沒有那麼大的這個問題 但如果說你之前都是 睡眠品質比較差的 或者是時間也不夠 品質又差 那你出來這種情形是很好的 那其實像巨糧就是不錯 如果他可能睡眠品質好之後 對 他可能睡得很有品質 不能再錯了 對 他可能睡得很好 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的精神都有 很有精神 對 都很OK 缺力以服 對 缺力以服 好 所以我們提醒觀眾朋友啦 這個測驗成績要注意 這個...是不是自己的狀況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最好自己就去調整一下 對 調整作息 然後照一下醫生 然後調整一下作息 還有很重要就是要運動 因為很多的報告告訴我們 如果你經常精神不濟 即使睡很多 但是還是覺得很想睡的話 做一些運動 可以幫助我們睡眠品質 也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請到我們的瑜伽老師 陳老師來教我們做一些 簡單的瑜伽運動 在睡前可以做的運動 我們也請到我們瑜伽運動 一起來做 好 經常想睡的朋友呢 陳寗老師要教我們幾個動作 好 來 陳寗老師 好的 接下來我們是先教牛面式 好 牛面式非常簡單 當妳踩坐姿之後呢 把妳的右腳或左腳往上跨一步 然後呢 一定要把腳扳好之後 重心往前 好 然後膝蓋跟膝蓋要對齊 這個是高難度的嗎 其實還好 如果說妳的腿比較大隻的話 妳就讓它翹起來沒有關係 然後重點呢 是妳要檢查這兩個坐骨 它是不是穩穩的坐好 因為坐骨一坐好 妳的脊椎就可以拉直了 慢慢將妳的另外一側的手上舉 左手 好 彎過來 現在檢查一下喔 妳的手可不可以垂直 好 左手臂垂直 慢慢將另外一隻手 靠在妳的手肘 好 這樣子整個妳的脊椎 是不是強迫性的被打直 再側向另外一邊 停 一秒 眼睛要轉上去喔 頭不要低低的 非常好 有沒有感覺有延展 有...還是... 好 有沒有感覺如果說是五十肩的 也可以對五十肩有什麼 五十肩... 我已經開... 剛剛好幾聲了 很好 接下來呢 我們先先把腳鬆開 我們做一個蝴蝶式的這個坐直 蝴蝶式呢 它可以刺激我們的這個海底輪 我們的伸直輪這個部分 好 性腺 然後呢 強化我們的整個脊柱 好 還有我們的內收的這個肌肉 好 現在我們手握好我們的腳尖 脊椎是不是打直了 頭部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放鬆 讓我們腦部不會有所謂缺氧啊 隨著頸椎會有聲音的 鎮鎮 鎮鎮 卡住了 很好 背部打直 把妳的胸椎盡可能的推出來 做一個舒緩放鬆 其實感覺妳的頭部在放鬆 但是妳有沒有感覺妳的腹肌整個在收縮 很好 放鬆回來 讓妳的整個內臟還有腦部呢 充分得到這個氧氣 非常好 接下來呢 我們躺下來 兩手放開 腳合起來 我們成躺姿 好 躺下來的時候呢 臉朝上 好 好 我們這個躺姿呢 做躺姿扭轉式 將妳的雙手展開 好 展開之後呢 輕輕的抬妳的左腳 抬起來 好 妳的右手去抓左膝蓋 把它扳到右側來 加油 酷炫...加油 抬... 還是已經有四歲的感覺 不要一躺下來就想睡了 很多人就是這樣 我一看到平了就睡著了 就睡著了 好 慢慢頭轉向左側 對 當妳的那個腰椎會喇哩喇喇的響 那是讓妳調整一下 重新的重新調整妳的脊柱 好 注意妳的呼吸不要憋氣 踩自然呼吸 非常好 好 我們做吸氣被吐氣慢慢回來 好 腳收上來囉 手回來平貼 有沒有感覺到還是更按水 舒服嗎 舒服嗎 有 好極了 雙手我們現在做海蝦絲喔 兩手抱吸在胸口前 然後轉左膝對不對 慢慢將妳的左腳膝蓋伸直 還是保持圍曲 好 手肘抓好 兩手抓好 手肘靠攏 頭去碰 膝蓋一秒 兩秒 加油 算一個海蝦 好 抱著一個蝦 感覺... 好 感覺妳的肌肉 全身肌肉腹肌有在收縮 慢慢再頭放下來 肩膀放鬆 這樣子是不是喘一口氣 再做一次吸一口氣起來 吸 加油 下面的腳可以選擇離開地板 或是放在地板 對 腹部再收緊 好 慢慢回來 腳膝蓋屈膝 很好 放鬆 再做一個貪絲式 好 讓妳很快的把 好像充電一樣 身體整個放鬆 將妳的呼吸 心跳脈搏 重新調整一下 很快是讓妳更有精神 而不是睡著了喔 好 的確這兩位已經快睡著了 好 謝謝陳寗老師 給我們帶來這四個動作 謝謝 好 那麼最後要請教醫生 最後一個小叮鈴 對 事實上睡不好睡不飽睡不足 都是因為我們的生活作息不正常 或者是喝咖啡喝飲料等等 讓妳他逼著妳不去睡 但是人沒有那麼好的 妳今天逼著他不睡 隔天他還是要補睡回來 所以如果我們有正常的作息 充分的睡眠 睡眠品質又很好 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是 好 那陳寗老師最後要補充的嗎 就是在大家如果平常很想睡的話 其實在辦公室 你可以坐在辦公室 調呼吸靜坐 將你的呼吸重新調整 你可以充分的得到氧氣 所以會讓妳更有精神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專家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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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